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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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民啊 這個人他 他非常極致 我首先就是說他做什麼東西 都會用到最後一分力 然後要拉學生 就非把它搞到不可 然後他想把金門垃圾 全部剪完 把草全部都 他是做一個 他是很強悍而很極致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條 比較搖滾味道的歌來 行錯他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製作人 一開始設計那個片頭 你就看到哨尾從頭一直跑 然後也看到我們整個金門 很美的風光 其實整個在片裡面都看到 各位好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今天是我們大愛劇場 全新的戲劇要跟大家見面 金門大國民 當然第一集呢 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未來在三十九集當中 您會看到什麼樣子的一個故事感人呢 我們來介紹這三位來賓 首先是我們大愛電視台 戲劇二部經理 張慧妮 慧妮姐 非常好 今天有大愛觀眾 你們好 繼續是我們金門大國民的製作人 歡迎五思達 五思作 各位觀眾好 繼續是我們的導演林書宏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其實呢 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的本尊國民師兄 其實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就往生了 對 不再 所以在這一齣戲的一個訪問 開拍的時候 是在他往生之後開始的嗎 沒錯 我們在進行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國民師兄已經往生了 那我們很感謝秀卓師姐 還有國民師兄的大哥 他身邊很多人提供了很多資料 包括我們也從台內 我們的一些紀錄片裡面 都看到他的身影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奇特的人 那其實怎麼講奇特 我覺得他做了很多人不願意 或不敢做的事情 像在民國六十五年那時候 還是戒嚴的時候 然後他大學畢業 他就決定要到金門去教書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基本還是個戰地 還是個前線 其實那個時候的氛圍 還是很緊張 所以很多人是不願意去那裡 可是他就決定要去了 甚至他一待就待下來了 然後我覺得他還有 他不畏居人家的眼光 像你說那時候國民師兄在金門 你看他看到路上有垃圾 他就去撿 然後他去掃馬路 然後看路邊野草長得太長 他就撿 然後所以很多人以為 他是清潔員 剛開始不知道他是誰的時候 以為他是清潔員 後來還知道他是老師 那包括因為他去那邊 師兄去那邊他是教英文 那他看到班上一些 生活很困苦的孩子 他都會自套腰包 把每個月薪水拿出來 幫這些孩子 甚至把他自己蓋的棉被 都拿出來送給學生 然後甚至他看到 一些孩子沒有辦法來上學 他還去家訪去拜訪他們 然後怎麼努力去說服這一家長 我覺得這個精神都蠻可貴的 就你會覺得他真的 我說他是一個台灣 具有阿甘的精神 是 不過我覺得他真的是超樂觀的 您在現場 因為好像有整個四十幾 有一半以上都在金門 是不是 我們去了兩次金門 然後大概停留 大概都是 大概接近一個月這樣子 那邊的天氣一向如何 其實很少遇到下雨 就是還蠻乾燥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其實他的天氣狀況 就是說冬天 我們因為一次去的時候 天氣還不錯 算是比較接近夏天 剛結束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次去 就是完全是冬天的時候 然後就是風很大 然後有時候就是刮到那種就是 把衣服穿很厚一樣都是覺得那種冷風 都是吹到那個身體裡面 會有那種刺骨的感覺 對 刺骨的感覺 金門跟台灣比較起來的話 他們在這些老舊的東西的保留上 其實比台灣好很多 對 包括有一些戰地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坑道 然後有一些那種老房子 老聚落這樣的地方 其實只要就是稍微用一些角度 或怎麼樣就可以避掉一些比較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所以還看得到標語嗎 有 標語還是有 還蠻多的 那種非常振奮士氣的標語 還看得到 可是我們從今天看第一集的 這個一開場 那個主題曲 就讓人家覺得好像非常的有朝氣 有活力 您來設定一下 來告訴我們當時候設定這一齣戲 它的一個調形好不好 這個東西其實也蠻有趣的 就是跟慧年師姐還有就是阿達 阿達因為是他很懂搖滾樂 所以說那時候我一直覺得 他是要一條很punch很強的 就是的歌 因為國民啊 這個人他他非常極致 我所謂就是說他做什麼東西 都會用到最後一分力 然後要拉學生 就非把他搞到不可 然後那個他想把金門垃圾全部剪完 把草全部都 他是做一個他是很很強悍而很極致的人 所以我們我們希望有一條 比較搖滾味道的歌來形塑他 對 然後讓這個邵偉自己來全是 是是是 哇 包括那個片頭 對 邵偉他其實在唱在錄這條歌的時候 也是他覺得站在那邊唱不 不過癮 不過癮 所以他幾乎都是這樣 一邊這樣子 在錄音室錄的時候是這樣子 是 到時候大家可以 應該會在網路上看到一些 好 他就是這樣一邊唱一邊這樣 因為他覺得這樣才有那個 power 對 才有power 所以說你隱隱約你會聽得出來 他們唱每一句的前面兩個字 都會很特別用力 還有尾巴 那其實他是真的因為在動 因為在動 對 其實讓我們一聽就很想要進入 說今天要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那其實當然每一個人在這樣子 一個積極面當中 還有他一個很本質的地方 其實我們發現他今天出場 可能在感受到的我們的國民師兄 他是一個很質樸 濁於言談的人嗎 你有感受到 或是在找一些他的資料 或訪談過程當中 他是一個很能言善道的人嗎 我覺得他不是 我覺得其實師兄是一個 我們講的就是說 他個性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 跟妳講就是很單純 也是一個很天真 然後很直率的一個人 然後我覺得他不是善於用嘴巴說 但他的你覺得他身體裡面的那個熱情 熱量是很足的 就像跟妳講他的爆發力 所以我覺得然後他這個人 我們講他想要做什麼 他就勇往直前 因為他我覺得對師兄來講 就是今日不做 明日他就後悔 所以他都是抱持這樣的精神 他要做到最後那一刻 所以我說他是跟時間在賽跑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製作人 從一開始設計那個片頭 你就看到哨尾從頭一直跑 然後也看到我們整個金門 很美的風光 其實整個在片裡面都看到 所以製作在這個四十集當中 有沒有更特別的在於你過去製作戲當中 比較不一樣的呈現有嗎 在一些動畫還有就是夢境的使用上 夢境的使用 對 因為其實有一些事情 就是我覺得大家用言語 或者說用現場演出 其實不太能夠表現 就像那個他會對秀珠師姐產生情愫 但產生情愫 你知道他又不是善於言詞表達的人 所以說但他又 我們如果說把他拍成 真的很不好意思這樣 又覺得很奇怪 他明明是一個這麼能力的人 所以我們就只有讓他在那個幻想裡 我覺得這種幻想 可能很多的少男少女 青年男女們大概都有擁有過這樣的過程 對不對 因為國明他是一個 他很 就是說他很powerful 體力也用不完 其實包含他難過的時候 他會很難過 這是真的 就是說很失望的時候 會很失望 那很想要得到的時候 他會很努力 然後得到以後他很快樂 他並沒有像一般男生 那個年代的那個 他很 其實情緒的表達是非常明顯的 是非常明顯 所以說我覺得在裡面 我們常常在看到很快樂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他自己會撒笑 那很難過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他很低潮 他不是含蓄的那一種 完全寫在臉上 讓你知道我現在的想什麼 對 好看的戲劇 大家明天一定要繼續鎖定大愛劇場 金門大國民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我常常跟那個很多製作單位 在開玩笑說我上一 就是金門大國民這檔戲 我的製裝費是兩百塊錢 而且是我的打歌服 主打服 我在詮釋師兄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的世界裡面只有 他有興趣的事情 那所以服裝這件事情 他從來就也沒花過心思在上面 他完全是不在意的 人家拿什麼他就穿 就算他是不合身 我看他也不在意